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因为那个时候特别执着于音乐 然后就把我很多那个时候现实当中想说的 就跟导演商量完了以后就加进了点 给别人听完的音乐 两年之后这部电视剧再上的时候 又可以让更多的观众 看完这个剧的同时 听到我很多年才说的音乐 那现在我看观众看完的剧 然后听这首歌反正他就和我这次亲的 那我跟导演的设定就是 我觉得要继续把 郑伯旭做成一个 偏喜剧加励志 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我跟导演商量了很多次 每一场戏这场戏应该怎么改 我这样是要不要去按我的风格 所以大家看到郑伯旭里面 会有一些我自己 灵魂上的这些东西 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 不管是郑伯旭 还是黄子桃也好 就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音乐这种事 你要记住 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何必要去在意 虚拟世界里面的人和他们说的话 只能证明你的内心还不够的强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